发现肺节节以后 到底我们要怎么复查 一年做几次呢 医生告诉你 三个月后要复查了 或者有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半年复查一次 有的时候一年就可以了 那这个间隔的时间是怎么选择的呢 是医生根据节节的危险程度来定 比如说一个小于五毫米的摩布里节节 它没有什么危险 大多数是良性的 即使是恶性 也是那种不太长 或者缓慢生长 因此我们把它定的 这个复查间隔时间 就定义在了半年到一年 在很多指南里面 对小于五毫米的摩布里节节 只是要求一年复查一次 当然我们会判断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亚洲人的 摩布里节节比较多 那个摩布里节节 它每个也不同 有的密度高一些 有的密度低一些 所以如果密度高一些的了 我们会建议半年复查一次 密度非常低 那么就一年复查一次 而对于比如说一公分的一个实现节节 这个时候如果它是一个肿瘤的话 它的恶性程度就比较高 就容易出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严厉观察 我们就建议三个月后复查 因此刚才我已经说了 复查的时间 间隔时间 一年到底做多少次 那么要根据节节 是恶性的危险度 发展的危险度来决定 风险越高 复查的间隔越短 风险很低 那就每年做一次都可以 所以医生根据这个来确定时间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